人家,呃,我们实话实说哈,人家有,对不对,人家有文化,呃,有工作,嗯,家庭条件又好,长得又好看,嗯,这样子的,都是高颜值,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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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男人喜欢一个心爱的女人大胆一点,要像阿尔一样耿直一点了,反正我就是很耿直的,有什么,有什么说什么,但是的话呢,但是的话呢, 我呢,就是很,就是怎么说呢,因为,有很多因素嘛,有很多因素,有很多,呃,很多东西我不知道要怎么说,知道吗,所以,也不是说不知道要怎么说,应该是说不知道要怎么去做,知不知道,都不是问题,喜欢就大胆说出来,比如说啊,比如说什么,嗯,这个,呃,我们, 嗯,哎,反正,就说,各个民族都有各个民族自己的风俗习惯嘛,对吧,这是,这个是其一,其二的话,你看我跟凡哥,怎么能,怎么可能会念啥呢,是不是,我是结过婚,生过孩子的,对吧, 然后我念到小学三年级,我小学三年级都没有念完,喜欢一个女孩不看家庭背景,我念到小学三年级,三年级都没有念完,那退一万步来说,退一万步来说,我是,我就说退一万步来说,呃,哪怕我,就说文化, 文化,文化跟凡哥相差很大,我们哪怕就说我们不说文化,对不对,就,就算我们不说文化,那,怎么没看到过你孩子呢,孩子是跟着,呃,跟着奶奶呢,哈,跟着奶奶呢,我小学一年级,小学一年级,欢迎你们哈,只要互相喜欢, 有的时候想想好像是这个样子的,但是有的时候又觉得,哎,就是,我们之间的这种因素太多太多了,知道吧,现在加粉丝团在哥姐们,我们没有加粉丝团,那我们就加下我的粉丝团,啊,成为我的两家人,谢谢,谢谢,不说文化,不说民族,对,那,呃,不说家庭出身,那我们还要说什么呢, 你如果说只有一个因素的话,那都还好,仅仅是我没有文化,或者说是怎么样的,还好,对吧,都,都那个啥,那就是,因素太多了, 真的,请你们来,那你先擦擦,嗯,感情, 所以说差不多就可以了,所以说他们,其实我是认为哈,我是认为年龄是,年龄真的没事的,我认为年龄是没有,没有什么问题的, 克服困难,对,只有说看一下这个,呃,说普通话呗,啊,就说,平时的这个交流的话,我没有问题,我没有问题, 平时简单的交流,我没有问题,但是其实,平时跟凡哥啊,就是阿王跟莫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, 我,我觉得我说出来的话,跟他们说出来的话,根本就不是,根本就不一样,不在一个层面,知道吧, 因为我没有文化,所以这个东西它是存在的, 你说生过孩子,那原来呢,老公呢,原来老公,我总不能生过孩子, 以后把原来老公一直背在背,背上,我去哪里,他就要跟着我去哪里吧,原来老公肯定是在他自己家呀, 爱配不上十三,对的,我知道, 我知道,我知道,这个我知道的,哥姐,没事, 咦,谢谢,送的你不啊, 谢谢,什么你知道, 知道呀,就是知道,没事, 就算公平上全部都说我配不上你,我,我觉得没有, 我觉得一点点问题都没有,因为什么,因为我觉得他们在说实话, 而且这个事情我是知道的,我自己明白, 都出去锻炼锻炼就跟上了,谢谢, 我觉得你不要一直说,谁配,配得上配不上谁, 没有文化,有人看好就行, 其实真的喜欢一个人的话,没有什么配得上配不上的, 我倒觉得我配不上你, 你长这么漂亮, 你长这么漂亮,你看, 你又在我们那边,你随便找一个人, 不是要随便找个人,排得对,可能从四川能排到北京去, 你得了吧, 我说对不对, 我知道如果说是, 他说他配不上我, 我说如果按了他, 要找男朋友的话, 这里估计从四川可以排到北京去, 我知道如果说是现在, 对啊,你看时常说的对, 对他们都说的对嘛, 如果说是现在去你们城里面的话, 基本上, 应该随便闭着眼睛, 抓一个人出来都是大学生吧, 对吧, 所以, 我是知道的, 所以哥姐吗, 刚刚公平有人说爱配不上十三, 我真的没有生气的, 是真没有生气, 因为我自己明白, 我自己知道, 知道吧, 我只能说是就说, 但很多东西缘分这个东西呢, 又说不准, 很多东西其实也会随缘吧, 大学生现在不是才是一招一招吧, 现在小学文凭的人才是没地方找哦, 对啊, 所以啊, 所以说你很新学, 物以稀为贵啊, 我找到了一个小学没毕业的, 你看多好, 对吧, 但是我说对不对, 你想一下你自己, 现在大学生是不是满大街都是, 现在是不是很难找到这种小学文化的, 小学没毕业的, 是不是, 我说对不对, 来, 你想一下你自己大学生, 然后事业做的那么好, 我没有不好啊, 然后家庭又那么好, 父母亲都反正都很好, 你看一下我, 唯独就是我自己没有你好, 你看昨晚上我们卖货的时候, 你就知道了, 他们叫我讲的时候, 我讲两句就要被光小黑乌, 讲两句就要被被违规, 是不是, 还是你讲都没事, 那你就叫你就是, 你们文化很高, 就太专业了, 知道吧, 你懂得太多了, 就是要我们这种不懂的, 才行, 大学生, 我们地方两, 都是小学没毕业的, 大学生有时候连三千都没有, 连三千工作都没, 对啊, 我以后会不会也会吃负哦, 会不会, 负不负就不出, 开心就好了嘛, 不是, 还是得负, 负了才更开心, 你家猫是没得吃的, 要不要让小猫出个劲, 可以, 你去吧, 我不敢抓, 那请问你敢, 你敢干什么, 只要真相一切都是父, 我也是公共上海复旦大学, 我才高中毕业, 开心就, 对, 人活一辈子, 其实开心, 其实就是最重要的, 但是开心这个东西吧, 也离我们真的是, 有的时候离我们很遥语, 猫饿了, 你不要说猫饿了, 我觉得二家的啥啥都饿, 二家的猪可以啃树皮, 反正二家的什么感觉, 二家的牛, 二家的牛都是吃这种, 二家的牛, 对, 人家的牛是吃炒, 二家的牛是吃这种, 牛吃这个, 条件不允许, 我家小宿子小学都没毕业, 身家建议开了, 我这个公司公司, 那我以后真的那个啥了吗, 你们这么一说, 我真的会那个啥, 就是感觉好像还好, 感觉自己也还好, 你那个手机呢, 我给你买那个, 你把它打开, 我这样子可以, 可以在这部电视频里面可以看, 看这部电视频, 看这部电视频干嘛, 我愿意, 来, 你跟他玩聊天, 牛包骨感正常, 牛吃包骨感正常, 你看到了吗, 细致的火柴, 真的是, 真的是, 我觉得他懂得很多, 然后看人也看得很准, 人好, 全快就好, 谢谢, 谢谢, 不用谢, 确实, 好吃, 分享一下, 谢谢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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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那个衣服, 穿你面浪费了, 因为这上面就是到了下午有点冷, 你冷不冷, 还好, 怎么手臂都是凉的, 没事, 我给你找件衣服, 我心热, 心里面好乐, 那你这个手臂不是那么冷吗, 不要, 很舒服啊, 你有没有戴外套的, 没有, 我要给你找件衣服穿包, 我把这个给你穿包, 不要, 你自己穿什么, 我还有很多衣服的, 不要, 再给穿, 没事, 抱一抱就热了, 动手动脚, 等下触电不关我的事, 摸了会回运的, 啊, 不高, 玩手机挺, 我手机谁不会玩吗, 对不对, 现在房哥不能不能, 要靠近一点, 哪一件衣服配起来, 晚上你们, 想想肯定, 有点冷, 对啊, 你要不要穿这个吗, 我偷给你穿, 哪里, 你穿, 我再去拿呗, 不行, 房哥其实很帅, 我也觉得我很帅, 能在一起了吗, 没有的哈, 没有的, 我现在直播间叫他们, 帮忙小谭顶个关注吧, 帮忙了顶个关注吧, 谢谢, 谢谢, 实在试一下, 你给房哥买的, 三块钱的短袖穿了吗, 我给你买的一套新衣服最少, 我没钱的吗, 哥姐什么, 我反正这个就是房哥给我买的, 这个, 这个称, 这个里面这个称衣是房哥给我买的, 他这个就是我昨天买的, 他这个就是我昨天买的, 因为是爱了买的水不冷, 穿着很暖和, 暖心, 哪有, 这个就是我昨天买的, 哎呀不是, 待会我没卖东西不行, 不是, 没事, 我真的很怕现在, 就是我昨天给他买的, 你们说又不能动, 动了又会怀孕, 没在一起, 有没有这些老铁还有希望吗, 哦, 有希望, 完全有希望, 加爱, 三十五买的, 我看过, 谢谢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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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, 我其实是, 说句实话, 我当时想跟他说, 这么多的, 然后, 我怕凡哥会嫌弃, 然后我就没有, 没有跟老板说这么多, 哈哈哈哈, 香香肠兄弟, 香肠咱们, 香肠他卖完了, 很喜欢一个人大胆区, 凡哥喜欢一个人大胆区, 别感冒了, 实在, 看到没有, 都说别感冒了, 我把这个衣服脱给你穿, 好, 不行, 你在直播间脱衣服不行吧, 哥姐妹要不要把这个衣服脱给凡哥穿, 我再去拿一件, 你再直播间脱衣服不行吧, 刚进来直播间, 叫他们给阿乐点个关注吧, 谢谢, 还没点关注的, 我知道, 我知道, 就说, 碰一下, 怀孕呀, 这种是骗我的, 我知道的, 我知道的, 只是, 只是他们这么说的话, 肯定是觉得这样子碰, 肯定是觉得不太好, 所以才会这么说的, 知道吧, 我知道的, 说碰一下就会怀孕, 会相信的人, 绝对是骗你们的, 把, 给他拿一件, 你去给他拿一件, 那我去给你拿一件, 不愿, 我去给你拿一件, 你不是这件给我穿吗, 可以呀, 哥姐妹说, 让我去给你拿一件, 他这个衣服, 应该也是分男的跟女的吧, 不分的, 没事的, 不分的, 你确定吗, 嗯, 你羡慕, 真的, 不分的, 那你这纸布巾这样子, 会也不合适吧, 哥姐妹是不是不分男女的, 对吧, 可以一纸衣服拿你分那个, 对不对, 不分男女的是不是, 不分, 看到没有, 来年过年找你买, 是吧, 哥姐妹不分男女的, 对吧, 哪件荒名了, 这个是不是, 嗯, 来年过年可以来找你买, 土猪若博可以的, 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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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分, 看到没有不分, 不分的可以穿的, 你以为, 我一个男的, 你一图衣服, 这手工刺绣的是不分的, 我一个大男人穿女孩子的衣服, 怎么怎么, 这不是, 这男女不分的, 不分的, 知道了吗, 我好像有, 好像男的跟女的, 好像是不一样的, 不分的, 对吧, 哥姐妹, 对不对, 你看下公平, 你看下公平, 哥姐妹, 这个是不是不分男女的, 是都可以穿的, 对吧, 对不对, 不分不分, 可以穿, 但是我穿的阿尔穿什么, 对不分, 看到没有, 都, 都说不分, 听到没有, 对吧, 你看嘛, 对对, 看到吗, 对对不分, 对能穿的, 你生小时战去公平可以吗, 可以呀, 嗯, 要有英雄袋就代表是男的, 什么是英雄袋, 不分, 你去拿进衣服穿, 没事我不冷的, 你冷, 不冷, 不冷, 没事, 穿不穿吗, 穿, 我穿你的衣服, 嗯, 男还是怎么, 男人怎么穿你冷的衣服呢, 那我再去给你拿一件行不行, 你要送给我吗, 你送给我我就穿, 就是我的, 嗯, 就送给你, 嗯, 好吧, 嗯, 可以, 就这件要不, 可以, 哥姐们你们给我点一下关注, 谢谢, 刚进来直播间还没有给小谭点关注的, 叫他们给小谭点个关注, 谢谢, 女朋友衣服穿起来热哦, 哦, 对, 对, 这可以, 那可以, 那好吧, 真的, 不过你在直播间, 你确定要在这边直接涂吗, 会不会, 会不会, 违规, 那我再去给你拿一件, 好吧, 你那么聊一会儿天, 再去给你, 再去拿一件, 我感觉没有你这件冷, 我再去拿一件也是我的嘛, 你这件拿一件给你穿了, 这件给我穿, 可以, 嗯, 那要多久, 一分钟, 那我等你, 好, 你跟他们聊一会儿天, 拿一件吧, 哥姐们你们给我点一个关注, 我去拿件衣服, 给凡哥穿, 然后拿件我的衣服给凡哥穿, 因为我们这边就是说, 海拔比较高, 晚上的时候还是比较冷的, 去拿, 谢谢, 没有给我点关注, 他给我点一下关注, 23一会儿上核桃吗, 如果上核桃吗, 嗯, 好的, 我去拿哈, 上一点吧, 23和老末谁帅呢, 对, 我们, 你们大家都看一下那是谁帅, 我觉得, 23和老末你们说谁帅呢, 大伙说, 看, 让大伙说, 对, 让大伙说, 你让他们说, 我过来看, 现在, 我肯定是老末帅的, 我头发这样子跟, 昨天有一个, 小谈的廉价人, 有个说, 我头发就像当兵的一样, 其实, 就是哪个哪个方的头发, 你们怎么没开通卖货储窗, 有啊, 好像是有吧, 没见过老末, 身体重要, 哎呀, 公平走得很快, 有的, 有的, 呃, 公平因为走得很快, 有的字没有看到, 不好意思哈, 反正帅, 是不是因为我在这边, 谁说你们说反正帅, 真的, 就真的是谁长得好看, 老末美女帅, 老末瘦孔如柴, 老末, 老末是好像比我, 老末是确实是好像比我还, 还瘦一点, 我只就我额头比较, 我额头比较高, 我从小额头就比较高, 所以我从小额头比较高, 所以我都是留长头发, 我都没有剪短头发的, 我都是留长头发, 我这头发有点像哪个, 有点像哪个就是神仙, 太山老君, 因为有点像那个太山老君的额头, 这么, 呵呵, 出名, 完美去了, 谢谢, 额头高, 大气, 谢谢, 十三有眼光, 阿尔不错, 阿尔很好的, 真的很好, 还有一个就是, 还有一些事情, 我想跟阿尔不在, 正好不在, 我想跟大家说一下, 其实阿尔你们也知道, 就是说我不在的时候, 阿尔其实有的时候会挺难过的, 但不是完全因为我, 不是因为我难过, 而是他因为有太多事情了, 那他可能是压得他喘不过气来, 然后我在的时候, 我给他拍视频的时候, 或者我陪在他身边的时候, 他会稍微好一点, 就是会可能会暂时忘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, 其实只是这样子而已, 前两天阿尔在的时候, 前两天你们也说我不在的时候, 阿尔都哭了好多次, 其实可能也不是因为我哭, 可能就是他其实时常不开心的, 他唯一个能偷偷的哭, 但是就因为我在的话, 他我感觉, 我可能我是自我感觉, 我在的时候, 我跟他聊天的时候, 他都还好, 他都还, 有的时候还都挺开心的, 你不在的时候, 阿尔好想你, 是吗? 你喜欢他吗? 我, 我喜欢他, 很喜欢, 你喜欢谁? 怎么样? 你要穿衣服吗? 你要不要穿吗? 不是穿, 我叫你给我啊, 穿不穿吗? 穿你这件, 穿你身上这件吗? 随便, 你要穿我身上这件, 还是要穿另外一件, 都是一只衣服, 另外一件我没看到过, 随便你要穿哪些都行, 我穿新衣服这件, 穿我身上这件吗? 能不能不扣这个, 能不能不扣这个披一下可以了, 干嘛? 这个是裙子吧? 不是裙子呀, 这衣服, 这个只能你穿? 这我穿, 这你穿? 我才不要, 这穿很好看的, 你这个还是给拿摩穿吧, 我穿不了的, 我穿不了, 实在穿不了, 这很好看的, 别了一百万我也不穿, 哎呀, 不行不行, 不行我穿你身上这件, 不是, 这真的很好看的, 这个是男孩子穿的, 然后哥姐们你们, 有没有知道的, 好看, 看都说好看, 这是不是男孩子穿的, 是吧, 看到没有, 还有蓝色的对不对, 哦呀, 这个穿, 这个小学生, 这个小学生真的很调皮, 那你穿, 是不是啊, 这是男孩子穿的, 对不对, 哥姐们, 对吧, 是, 看到没有, 挺好看的, 好看, 好看, 大胆点穿, 穿, 看到了吗? 都说穿穿穿, 不好看吓死了, 对不好看, 不好看不好看, 好看好吧, 这个是女孩子穿的, 穿一下嘛, 看你这哥姐们都说穿一下嘛, 这明明就是男孩子穿的, 是不是, 还有蓝色的, 我跟你讲, 不管他是男孩子穿, 还是女孩子穿的, 我只想穿阿尔身上穿的, 因为特别暖, 就好看, 看哥姐们都知道好看, 哥姐们都知道, 都知道好看, 对不对, 对吧, 必须穿, 看到没有, 必须穿, 好穿, 好穿的, 都说好穿好看, 那我问你, 你可以不相信我了, 好, 我穿的话有一个, 我穿的话有一个要求, 可以, 你确定可以, 你那个老莫穿过了的, 没有, 不是的, 老莫什么穿过你衣服吗, 我送了一件, 我跟我妈妈一起修来, 送给就是给舅舅的, 然后我们修的太鲜艳了, 然后我就送给莫哥了, 下支部就有两千多个人, 就是没人要的, 单身, 我也不是什么单身的, 我就是没人要的, 他说他没人要, 我说如果他愿意的话, 应该排队可以排到北京去, 他不是, 真的是没人要的, 因为我结过婚, 我结过婚, 然后生过孩子的, 没人要了的, 我知道的, 是十几岁, 哥姐妹没有给我点关注, 大家给我点一下关注, 对, 对, 我十几岁的时候, 就是那个, 呃, 虾вод沉钱,